接下來,第一件事情是我告訴你 一般而言,坡在前進的時候,坡型不會改變 如果原來是原型坡,就維持原型坡 原來是直線坡,也是維持直線坡 如果打到障礙物彈回來的時候要看情況 那麼如果是直線障礙物,也不會變 我們國中現在沒有一些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叫做坡型就是不變 所以原型出去,原型回來 直線出去,直線回來 坡型不會改變 所以這個圖上面,原來是直線的 然後向右邊走,變成虛線的 形狀是一樣的 這個想法在這裡有用 就是我們問你 這個介質的運動方向朝哪裡 這個介質的運動方向朝哪一邊 它在原地附近動怎麼動 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我們有兩種做法 我這裡顯示的是第一種做法 第一種做法就是照苗 原來是實線的 原來是實線的 然後往前走一點變成虛線的 所以就發現 B要從實線到虛線要向下 所以B的運動會向下 C要從實線到虛線要向上 所以我們就說它的運動方向是朝上 第一種方法叫做照苗 往前走照苗 第二種方法叫看後面 什麼叫看後面 這裡叫往前走 所以這裡叫做前面 這邊叫做後面 B的後面在下方 所以B往哪邊走 往下走 C的後面在什麼方 上方 所以要往上走 要看後面 知道向上走還是向下走 第二種方法知道怎麼走 所以我們剛才可以看得到 從圖形上就可以判斷 它的運動方向 同時也可以看到 同樣的時間走的距離是不一樣的 所以快慢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到A沒有動 實線到虛線還是原來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S沒有動的 B呢向哪裡 B是向下的 C向哪裡 C是向上的 也可以用看後面解決 剛剛不是講過嗎 看後面解決 B的後面在下方所以向下 C的後面在上方所以向上 解決掉也可以 然後呢 發現B動的比較多 C動的比較少 所以B比較快 C比加賣 你這樣子 OK 這就是 我們判斷 考試就是壞的圖 問你 它的運動方向朝哪邊 就這樣做 一照瞄 往前走照瞄 實線變虛線 二看後面 看後面 OK 所以呢 就是圖形就是這樣 考試的 要先看清楚它的運動方向朝哪邊 朝左還是朝右 你才知道誰叫前面誰叫 後面 你才知道你的虛線要怎麼畫 要往前畫一點點嘛 他幫你畫好了 實線是這樣 虛線是這樣 情形方向這樣子 請問你 P跟Q的運動方向哪裡 P朝哪裡 Q朝哪裡 好 他幫你畫好的實線跟虛線 你可以看實線虛線 當然我講過你可以看什麼 看後面 對不對 也可以 隨便你 你挑一個你聽得懂的 你會的 你喜歡的方法學會它 好 請問 他應該要找哪一邊 應該要找女生 這點是嗎 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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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 你答案選出 我們就是要從實線到虛線 所以P從實線到虛線要朝下 Q從實線到虛線要朝上 那麼我們向左邊是前進 所以右邊是後方 P的後面在下面 所以P會朝下 Q的後面在上面 所以Q要朝上 所以你也知道誰要朝上 誰要朝下 OK 所以就是判斷的方式 就是我們考試的題目 問我們介質的運動方向 看別的方法 一 照原來的前進方向照瞄 實線變虛線 二 看後面 我們就知道它的運動方向朝哪裡了 可以嗎 可以